大家好,我是水影,今天今天我们的全荒零二,欢迎再起二零七版的实况,对准说剩下比赛来,至于萧川拳和小小啊,我们来萧川拳还想选择大猪,对面是一个夏儿米 双方比较奇葩的一场对战,现在八次脚直接接臂杀了,其实这个臂杀接起来还是蛮犀利的,你看,大猪被搞得非常可爱 在转锤魔雪,夏儿米直接影子闪出,但是没有关系,大猪还是有机会的,夏儿米机会倒是不多了,被摸一下子就可以带走 一步必杀之后再踢一脚右肩必杀,对准还有营子闪身,但是这个营子闪身闪的有点太早了 导致对准的必杀还没有放完,好吧,来看下一局了 狠皮的一个大猪啊,下一局咱们来看小小的雅典娜,来这个雅典娜怎么办啊,雅典娜直接出波 走一下,大猪闪过,嗯,这个跳其实已经在雅典娜掌握之内了,雅典娜也是跳到身后,需要偷一个下盘 对他那么的成功,大猪就怕雅典娜呀,因为雅典娜速度快,而且会发波 如果来的话,时不时的还会被打一个反身位,现在大猪终于找到了咋的破绽吗,开启一个转锤模式 哎,你看大猪已经非常急了,大猪跳起来压一下,下盘一扫一个咕噜 哎,一破招之后对准,大猪直接放大招了 一波大招压电,那真的是撑不住了啊,接着看第三局吧 第三局咱们来看小小下一个角色 好,来看小小的金家帆,有金家帆手尾,小小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刚才那一招属于裸放大招,所以说要还一下子 对,现在已经互相扯平了,我们直接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消失神的库拉 好,库拉跳起 跳起来一发转腿,突然偷上一发下盘,上了空 金家帆又一脚踢过去开PC了 虽然空的一发一脚必杀 暴气周超比杀 这中间暴气真的帅啊,这个版本 26连周金家帆继续向前冲啊 好,反身位,哎,不一不小心被冲破 顶过来周再偷下盘,金家帆还可以再稳一下 金家帆到底能不能稳住,金家帆稳住了 半月斩空,哎,库拉一波BC连接,隐藏大招 没想到会隐藏大招的方式拿下对手啊 好吧,接着看下一局了 这就是消失神的一个玩法啊 不单要赢,而且还要秀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这次小小还有一个金家帆周围首尾 前两个角色是温妮莎和板几两 板几两一波操作嘴过去 K也是想打一个 K一脚踢到,但是还是被打 K又在寻找下一个机会 温妮莎进攻,这时候BC 温妮莎再来一次 好的,好的,连续追击追击追击 追击到角落怼一下 漂亮啊 十连周温妮莎继续向前冲 闪到背后狗狗一下 这个问题下用的相当犀利啊 这一局小小能不能报仇血恨 好,第一局抓到先机 接着来看第二局 肖成全的下一个角色来了 咱们来看肖成全他下一个龙二 啊,兜里藏刀子的角色啊 这个是 你看为什么他的手一直都在插口袋 因为有一把刀子在口袋里藏着呢 结果,哎呀,一个BC 但是温妮莎好像一点也不会就这个刀子 BCBC连续追击 连续追了试子之后 现在温妮莎继续追 龙二闪得有点不行了 这局 温妮莎那就再来一次 CD 直到搞到你崩溃为止啊 闪身一下,温妮莎又给了他一拳 接着看下一场呢 下一场肖成全的七夹射出手 七夹射后跳 跳地 跳C里香 请拳点伤 开BC没有跳A 跳D再抢下来 跳D 跳D 逃 这种前进手开BC 下半两点再跳一下 跳A 跳D 都可以进行防御 你看这种连跳 七夹射还是攻了过来啊 温妮莎 血量已经不多了 但是这才是小小第一个角色 这一局拿下肖成全 应该问题不大 抓头抓不到 七夹射已经很急很急了 急是没有用的 你看急的连大招把气放掉 现在再开BC 再任人被勾了一拳 小小的这种迂回打法 点上就在搞CD 但是七夹射一个后跳 还是把他踢死了 继续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咱们来看小小的板切梁出手 板切梁 两点三点 压一下 但是还是被踢 圣龙对空走一下 你想过地砍刀手 砍不到 两点三点再压一波 跳D抢空 板身外 这种全球开BC 超B杀来了 好超B杀 骤炸 战弯出 七夹射去向前冲啊 跳D 前冲 清拳抵杀 好的 另拳就剩了牵制 没想到又被肖成全杀到最后一个角色了 这个板切梁 跪的有点太快了 下一局咱们来看小小的金家饭 好 金家饭直接抢了下来跳A 你想压住 洗身一脚BC 但是又被抓了 为什么七夹射投机会这么强 现在反身会套路一个BC 看一不小心就要跪的节奏 扔上去周战一下 金家饭瞬间又被搞到残血了 然后小小又 这个抓两点三点 小小终于发动强攻了 下半两点开大招 落地飞燕战弹大招 一点血的时候金家饭再套路一个中段 没想到这个中段还真打中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咱们来看肖正权 表示不服了应该用 对大神的脾气都是比较大的 来他又接了一笔 这一次是选择了谁 这一次依然是问号选角色 这一次肖正权有K 又草地精 放火大招的三人 他占据了两个 但是开场K 情况不是特别妙 直接被抓了一套BC 扎一下 扔到脚拙气夹射 杠塞地 托马斯 想跳还是被怼了上栏 好吧 来看下一局了 下一局咱们来看肖正权 扔他下一个角色 肖正权的草地精 好 多了图被杠 前转过来还是被推 奈尔洛打一个逆向 哎 风下来跳这一号 跳地开BC了 荒耀都要取消一下 七日该上天 一拳打到大蛇蹄 一点血了 草亭只需要再搞他一下 对 七甲胜还在那里不断闪身呢 这个不断闪身破绽太大了 再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我们来看威斯出场 多了图料倒 好 小心 这压起身 重拳开BC 重拳 荒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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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太远啊 刀地没有连住 威斯倒是一包 必须开了上局 没办法 这就是命啊 哦 生龙 威斯 威斯呢 威斯也没有抓到太早的机会 隐藏 没想到快速的 快速的没有硬直了 落地以后 没想到草地会这么快 接着看下一场 威斯想向前确反一套 没想到直接被抓了 接着来看小小的机械翻 好的机械翻 稳住 机械翻一脚踢到BC 但是还是被投草地精了 草地精 好逆向 应该是想跳一个逆向啊 但是不料又被机械翻搞飞了 飞燕斩弹比身 第五个人要来了 我觉得第五场要来了 小小的中段伤害 每次都是用的出神入化呀 但是还是被草地搞到了 骑士敢上天 反摇一拳大蛇踢 好防住 防住追 一不小心又中了中段伤害 跟小小打 一定要注意他的中段伤害呀 每次都那么的准 现在来看第五局 来看萧春城的赛斯出手 花蝉 走一下 对着半夜斩对空 压一个起身 来看花蝉又开BC 一波狂弹 对 今天玩下 我们来也开选风腿了 小小这一点血 如果能绝地反杀的话 那是反不了了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的视频